让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哭得了 放轻松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心态混乱 无法平静下来 因此 我们想要的快乐 总是得不到 然而 快乐就在我们心中 降服了烦恼 就能得到快乐了 内心若不平静 所有一切能获得快乐的想法 都会被摧毁掉 我希望各位 能够寻求内心的平静 方法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放轻松 我希望大家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愤怒,不伤害任何人 义不执着 这种心境就是忍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忍 要成为慈悲的家庭成员 第一个功课 是要懂得安忍与忍辱 不要急着马上回嘴 跟家人吵 要懂得先忍下来 要有和睦的家庭 你就必须六度都具备 你要懂得诗语与分享 要有戒律与持戒 你要懂得忍辱 要有禅定 六度中的禅定 也就是专一和持续安住等等 智慧也是必须的 要继续安住 要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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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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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修行就会变得不断地在照做着 其实修行是什么 修行就是把你内心的那种自然的不造作的善心的 本具种子经过一种感动开发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他对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行为对世界产生的厉害效应 以及跟世界上的痛苦 以及跟世界上的痛苦与快乐的深刻关系 一个人以外国家的爱 因此 因此 因此世界是否和平与安乐 取决于个人善恶的行为 此恶者关系密无可分 看不清楚 如果只是仅仅抓着自己坚持的某种信念 或是只抓着自己的某个妄念 依靠自己主观的念头去看事情 可能是看不清楚的 感谢观看 人生意义 有时候我发觉 人生的意义 是从别人的身上可以看到的 就像是从他人一些好的示范中 让自己认清楚 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人生意义の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们以称恨心去回应的话 真正得到好处的是我们自己 谁赢了呢? 是我们赢了 但如果我们以称恨心去回应 那我们就输了 为什么呢? 当你在圣怒之下 可能会做很多愚痴糊涂的事情 搞不好还犯了法 那是完全输了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伤害的根源 佛法的自信是极尽 无伤害、非暴力的 然而非暴力仅是不伤害吗? 并不是的 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地 从一切伤害的根源去注意它 伤害的根源是我们心中的三毒烦恼 即是谈心、憎恨心与痴心 任何时候 只要还有三毒烦恼在 我们就有可能伤害到其他众生 就无法真正的极尽调柔 我们就有可能伤害到其他众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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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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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供大众填写 新逢释迦摩尼佛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万兆贝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即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即佛前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父亲往生的时候眼睛嘴巴都没有闭起来 而且只有注念半个钟头怎么办 然后家人又直接把他送到冰库怎么办 我如何救父亲 我想过去的就过去的 现在比较重要 你又不能停在过去 知道是如此 那你更精进就好了 该吃素了 该发布力心了 为你父亲拜忏忏悔 随喜很多功德 这样 所以为了帮父亲做功德 我想早上到龙山市一起参加早课 但也有师姐说 所做功德会和 大家的冤亲在主放在一起 功德不够分 我觉得这个好像道理不好 对不对 因为大众的功德 合起来力量更大 你帮助我 我们佛教叫真上 真上 所以这个师姐这样跟你讲 你可以问她说 那有没有经典根据 对不对 事实上是没经典根据的 所以不要这样想 有人说回向的时候 不要大回向 只要回向 特别回向 修持的家人病人 或者功德不过分 那就错了 先回向给众生功德才大 地藏经明明这样说 如果你只回向自己的功德少分 如果你回向给众生的功德变成圆满分 这样再回向给亲人 应该要如此 所以这个正知正见很重要 善知识很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对一切众生 都像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慈悲爱护一切众生 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